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秋 我呢现在已经过来洋洋家这里了 今天呢是约了跟她一起去回她的娘家 就是去看她妈妈 因为她妈妈呢这几天呢就受伤了 那个脚呢就不太方便 然后呢就过去看一下她 其实我跟她妈妈也是很熟的 但是呢也很久没有见面 所以呢今天呢就有个时间一起去跟她妈妈见见面了 然后呢待会呢就陪她出去吃个饭吧 慢慢走是可以的 原本呢是在家里我去给她们做饭吃的 就是因为洋洋也要带孩子嘛 但是想着他们说就可能在家的话会比较麻烦 所以呢就一起出去吃个饭聚一聚咯 洋洋带着娃下来咯 走了我们出发 出发后面是吧 啊好 你的娃还是很乖的 不哭不闹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去看我妈 因为我觉得蛮好麻烦 麻烦那就是你不知道想要怎么放 这里还有鸡哦 阿姨养了有鸡 哇带着宝宝 阿姨准备上车了 刚刚在这里聊了一下 聚了一下 哎呀 外婆推着宝宝 阿姨脚不舒服 刚刚我在洋洋那里回来回家换了件衣服 现在呢我们就去仓库了要去仓库打包 今天呢去洋洋那里呢和他妈妈还有和洋洋呢一起相聚 还是很开心的聊了很多 很久我没有聊了 所以畅聊了许久了 就赶紧回来要打包发货吗 下来把订单打出来 到仓库第一时间把电脉车先充电 待会我要插旗一下我的电动车 好大层咯 旁东也买了一部新的电动车咯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秋 早上好啊 我老妈一早呢就起来在这里整理卫生了 在整理这个架子的这个东西 因为昨天晚上下大暴雨哦 有一些雨水啊 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弄乱了 所以在整理 拖一下哈妈妈 有水 嗯 我呢也是一早就起来 然后刚刚帮忙整理一下 现在整理的差不多了 我呢是现在准备要回婆家那边了 因为呢今天呢是周末 要回去看看孩子们呢 嗯 妈妈你就在这里整理了 剩下这些了 哈 对 待会要回去看看 回去看看半斤啊 看看他情况怎么样了 上次不是回来的时候 我刚好也生病不舒服嘛 回去看一下 看看怎么样了 因为也差不多半斤这两天也要复查了 应该 阿龙应该也要带他回来先 回来观察一下他的情况 然后昨天 昨天晚上下大暴雨哦 突然的狂风暴雨 然后啊 又打雷啊 就是惠州这里呢 也某一些地方呢 是下冰雹了 对 不知道阿龙他们那院子改造的怎么样哈 昨天那么大风那么大雨 做的那么辛苦 种的那些发 我怕他们 对 刚种下去没没几天哈 对 好了 我现在回去咯 顺便看看他们改造的怎么样了 院子啊 今天天气也很好 出大太阳了 早上一早阿姨也拖地了 应该是用滴滴测试地差不多到了 她说要我在楼下这里等她 你看这书院 吹的到处都是 小区还来不及整理哦 也太早了现在 昨天是有多大风啊 你看这地下的树叶 吹的到处都是 现在小区到处都在整理卫生 我已经回到家了 今天阴天了虽然没下雨 但是天很暗了 估计又想下雨了 哦呦半斤听到我的声音咯 在叫了 这个半斤 半斤 哈喽 小姐回来了 飞淇 你在跟半斤玩是吧 飞淇 半斤怎么样了 好点没有 哎呀 哎呀呀下来 下来还是那么热情 下来 半斤下来 来下来 下来 搭在我身上了 她 她 她的屁股的毛捡了 半斤屁股的毛捡了 对呀 半斤屁股的毛捡了一些 来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这个毛捡了 这么多了 嗯 半斤 好点没有啊 你啊 哎呦 一见我就来个大大的拥抱 是不是 嗯 雨晨哪里去啦 雨晨咧 嗯 半斤好点了没有 佩琪 好一点了 好一点了 佩琪也很乖 在陪着半斤 在二楼这里玩 爸爸和舅舅还没有回来 是不是还在院子啊 还在院子是吧 干活哦 好累的哦 半斤吃点肉块啊 嗯 半斤很乖的 奖励奖励一下她 少吃一点 我们吃两块就好了 吃完了吗 吃完了 还挺速度的 哈哈 你笑着给她吃的 明天再吃了啊 别吃太多 我已经上来了 刚刚给半斤吃了点肉块 我一进来这里哦 你看 这里有一个小围栏 是拦着半斤 不让它进去了 因为这里面呢 是卫生间嘛 然后呢 进进出出呢 可能会比较潮湿 半斤的话 如果毛呢 弄到潮湿的话 它呢 就会不干 就会容易抖皮肤病了 所以呢 阿龙呢 可能就买了一个围栏 围起来了 不要半斤进去 来吧 进来吧 这里干爽一点啊 厕所那边 今天出出嘛 洗手啊 那些啊 上厕所那些 比较不好啊 别在那里啊 真贴心 我阿龙哦 来 小姐跟你玩 好吧 看来 半斤我一回来 看她的精神状态 还是可以的 还是挺兴奋的啊 比上周要好很多了 我看到我 不知道你的皮肤怎么样了 刚刚掰开了 看了一下也还好 但是还有一点点红 要慢慢恢复哦 要坚持吃药啊 半斤趴在这里 这个还蛮实用的哦 这个尾栏 这样进的 哦 这样子 拉开就可以哦 半斤 半斤进去 来 这里 这里 嗯 来 给它出去吧 来 出去 出去 来 走 嘿嘿嘿嘿 对 这样就打开了啊 嗯 好 关起来吧 关起来 对 不要用半斤进来吧